有沒有很吃驚 非常的吃驚 所以到底怎麼吃 這個營養不浪費掉 請你跟我這樣過 菜價天天漲 媽媽們買菜總是斤斤計較 但買回來的菜 去頭結尾又削皮 菜還沒上桌 廚餘就滿頭 這些都是浪費錢 又浪費食物的可怕壞習慣 今天就要顛覆你的觀念 將家中廚餘變不見 果皮再渣 這些營養豐富的 神奇廚餘就要變成美味大餐 而吃了這些廚餘 又能對抗哪些疾病呢 我們今天要請到 嘉義科醫師王建宇 養生達人王明勇 醫藥記者洪舒晴 以及三位特別來賓 陳薇玲 可以由 殷琦 要來一起讓廚餘變黃金 我們的吃的東西 不管是餐廳還是小吃 還是任何東西 我們隨時都可以找得到 你要吃的東西 對 可是美食這麼多 大家有沒有思考過 另外一個問題 怎麼樣 是不是很多都浪費掉了 因為像環保署 就有做了一個統計 一年浪費的食物 竟然多達275萬噸 所以平均每一個人 每一年就浪費了121公斤的食物 這麼多 121公斤 對 這比歐美國家來說多了一成 比一些落後國家更是多了20倍 而且每一個人浪費的公斤數 幾乎是你個人體重的三倍 沒有到三倍 對 兩倍多一點 所以你看它這個浪費的東西 如果攻擊給一些落後國家 就會可以補助他們大概十幾年的食物量 真的 而且很多所謂浪費掉的廚餘 你看廚餘的量就有100多萬公噸 像是有一些 你根本沒有吃的這些生的廚餘 果皮這些消掉的浪費就大概有九成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真的可以吃嗎 真的不能吃嗎 是亂丟的嗎 還是買太多了 好多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先請到這三位 平常你們會吃一些 大家可能會隨手丟棄的 一些剩餘的果皮或者是蔬果之類的嗎 其實會 可能因為我剛好自己有做美食節目 所以就從很多的師傅身上學到一些還蠻多的技巧 像是大家一般買到白蘿蔔 一定都只是拿來燉湯啊 或者說做一些其他的 然後大家通常第一步 因為像我爸媽自己在市場裡面做生意 客人都會說把我那個頭削掉 上面那塊地頭有沒有 帶梗的那個綠色的地方全部消掉 可是其實那個地方可以拿來 取代韭菜花做蒼蠅頭 它的口感還蠻脆口的 那是問你自己做美食節目 然後有一個美食的老公 所以你的概念比較強 不然一般我們哪知道這個東西要留啊 買最好是沒有上面在空門省的處理 對 所以其實因為像現在都要用環保垃圾袋 所以大家反而在市場的時候 都會請老闆直接把一些 什麼不想用的東西都直接先拿掉 很奇像這個就可以留下來用 然後還有另外像 因為我老公是自己常常採買魚貨 其實如果有買到新鮮的蝦 有時候我們只吃蝦肉 但蝦殼的話其實烤過之後 都還可以拿來做蝦鬆之類的 對 所以到你老公餐廳吃的都是這一些 不是 蝦殼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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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蝦殼你們自己煎了蝦殼 蝦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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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是最有營養的 好 來 那殷琦咧 我頂多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 我們家很喜歡吃咖哩 所以我們 你又不是要放一些蔬果什麼的嗎 像我喜歡胡蘿蔔 我都會買很多胡蘿蔔 然後不削皮 然後直接切塊丟下去 因為這樣比較簡單跟方便 因為削很麻煩 可是那個口感會好嗎 帶皮 好耶 好 好耶 就是因為 你這時候比較麻煩 因為如果我叫你削 你很麻煩啊 燉啊 它就整個軟爛了 然後再加上那個皮 你就有一點咀嚼感 一種口感你知道嗎 就你把皮削掉 你就得不到那個口感 是這樣子 真的 你如果削掉之後 你會發現那個口感更好 真的嗎 因為你吃的都是沒有削掉的 對啊 通吃沒有削 因為這樣很方便 切一些洗一洗 就剁一剁 就放下去燉一燉煮 而且滷 所以你們可以懶到 只要有皮都不削 就橘子啦 那個如果太 鳳梨啦 太咬不動的話 那個太咬不動 我們就要快放棄 對 好 那維玲呢 我是頂多就是煮那個麻油雞的時候 我們一般有時候做菜 那個薑會削皮嘛 但是麻油雞的時候 他們就有講過說 像燉麻油雞的時候 那個老薑就不要去皮 我們也是不去皮 對 因為去皮好麻煩 那都是因為麻煩 不是很麻煩 很小 你要不要 很麻煩 我們不是怕麻煩 我們是故意的 對 聽說這樣效果好像更好 更香 對 更香啊 可是像其他一般的 我還是常常覺得說 削皮比較好 因為怕農藥什麼嘛 小孩吃了 有些蔬果都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通常會削 都是為了他們農藥 這倒是真的 對 對啊 來 那媽媽 大概經驗應該也很多對不對 來過去嗎 上次專家就有教 然後那個西瓜皮吃 就是吃完西瓜皮不要丟了 拿來燉排骨湯 我回家就真的煮了一鍋 我心裡沒想 真的會好吃嗎 我煮的還真好吃 真的很清甜 然後它那個西瓜皮就是吃白肉 然後會有一點點紅肉 那個肉吃起來很好吃 等一下 你去燉 是真的連外面那一層皮也下去 外面那一層皮你可以留著 就是燉增加它的風味 但是綠色那個不要吃 吃白色那邊 那個是很有營養價值 就是紅色跟綠色中間 對 中間的那一塊 白紅白骨 而且那個湯好好喝 那外殼就消掉就不要進入鍋了 可以入鍋 可以入鍋 但不要吃 對 因為它爛的時候 它綠色皮應該不會爛對不對 對 所以它就直接就會剁掉 像南瓜 又省錢又環房 其實南瓜應該也是要帶皮吃 南瓜吧 真的 因為我們都不習慣 其實就是要洗乾淨 這倒是 綠瓜也是一樣的道理 對 那伊柔因為它算 已經算是真的達人級的 是 聽說伊柔 現場後來做一道 大家認為是廚餘的東西 吃起來完全是美味 真的嗎 而且大人小孩都非常適合 真的 來 做做菜 好 我們這道菜應該算是 簡單的料理法對不對 對 其實應該是 媽媽只要會做菜 你只要會煎蛋 基本上你就可以完成它 而且大人小孩都愛 對 而且我媽 取了一個很可愛的名字 叫做 紅綠燈煎蛋 紅綠燈就是有三個顏色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我們前面用到的食材 會有黃色的 紅色的跟綠色的 然後我們用四顆蛋 好 那我們先將我們的玉米粒 好 放到這個蛋裡面 對 適量的夾就可以了 好 小許 所以你先把這個紅黃綠 全部先加在蛋裡面再 綠色的因為是這個花椰菜 我已經有先切碎 那它有燙過一下下 所以其實 這個就是我們原本說廚餘 這個 對 但是先不告訴大家 先不能講 對 大家炸開以為是肉鬆 對 真的 然後先將它拌勻 對 我會做這樣子的一個紅綠燈煎蛋 是因為其實像大家都會推廣 這個五行蔬果 像是不一樣顏色的蔬菜 有道理 好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拌勻之後 我們就可以先起油鍋 好 好 所以這個綠的還沒有要加下去 因為其實那個花椰菜 我已經有稍微太多了 它已經是熟的 夠不夠 好 可以 其實不用太多 對 只要 因為其實蛋它本身也是有油脂 沒錯 對 所以下鍋其實不用太多油 我只要讓它不要沾到鍋面就好 其實這一道是怕小朋友挑食 把它暴於無形就對了 對 就是如果家裡小朋友 有特別不愛吃的一些蔬菜 可以利用這樣碎末的方式 把它煎在在裡面 而且又省錢 那老公餐廳帶回來了對不對 沒這麼可憐 後面家已經很久不買菜了 出雲帶回來了 好 那我現在就先下鍋 我們等於是先 先拿定型 對 讓它一面先定型 對 花椰菜是事後才加的 其實是我們要準備翻面的時候 再加下去 因為花椰菜熟得快 對 因為它已經是 其實是 像現在讓它邊煎的同時 我們就可以稍微 因為如果要給小朋友吃 你也要先燙過比較軟 對 然後做一個切碎的動作 通常如果是比較佛小朋友 我就會比較切葉子 不是梗的部分 這樣比較軟 對 然後我們現在搭配上去 那是保老人家 昌明哥 我知道的話 牙口 牙口 牙口不好的 現在怎麼覺得牙齒軟軟的 所以其實像這樣子 配色上就會還滿漂亮的 對 花椰菜有人在生吃嗎 有啊 可以嗎 花椰菜可以生吃嗎 花椰菜 不是那麼硬 都燙過吧 應該要燙 最少要稍微再燙過 我們可以 不是可以打那個嗎 可以嗎 可以啊 其實可以 花椰菜 只是一般人不敢生吃吃 因為大家都知道花椰菜農藥 或者是一些蟲蟲細菌 所以燙一下比較保險 而且有時候 小朋友不喜歡那個味道 甚至之前有研究發現 如果你要小朋友喜歡吃的話 你煮久一點 他們的接受度會高一點 所以如果你們家小朋友死都 我可能自己可以試著 稍微煮久一點 了解 好 那其實已經差不多 可以差不多了 來 翻面 來 這個翻面才是最難的 來 我覺得壓力很大 真的 我有一點了解 不要這樣好了 用那個好了 還是我幫妳翻 妳要不要我來 其實應該可以 可以 一次 漂亮 還好運 想到孕婦還這麼靈巧 而且真的是最靈巧的 靈活的孕婦 而且它煎到這樣差不多 對 那我們就其實稍微煎熟一下下 就可以了 就可以吃了 對 還是很 好緊張 好緊張 沒有恩基 妳跟廚師娘的 對啊 妳知道嗎 因為一般失敗 我怕動得太近 就怕妳現場生了 糟糕 真的 好 然後我稍微用鍋材稍微檢查一下 看另外這一面 熟了沒有 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可以關火 好 好 稍微壓一下 讓所有的食材麵都定型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將將 哎唷 天啊 這菜形狀好漂亮 那其實通常就是 有三天級的感覺 對 而且重點是大家 可能要猜猜看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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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猜 好不好 我來幫大家稍微切一下 好 很像披薩的感覺 但妳的中間很嫩 對 其實如果我 像我自己有時候很喜歡加起司 也可以 對 我們剛剛有加調味嗎 有加一點點 小許的雞粉 如果像我個人在吃的時候 如果不是給小朋友 還可以用一點白胡椒粉 會更香 很好吃 甜甜的好好吃 可是我吃不出來的廚魚是什麼 非常好吃 很好吃 其實真的就是太高能的打涼拌 然後它會甜甜的 我知道 它的廚魚那個東西 就是很像肉 很像 對 這個我家也常看到 真的嗎 這個廚魚 這到底是什麼 可是它是非常 你這麼認識吧 它非常營養 對 如果有在喝的話 就會對它很認識 對 它是我的好朋友 真的嗎 這東西是我好朋友 應該是吧 妳猜猜看 我覺得應該是 這究竟是什麼樣的神奇廚魚 可以有肉鬆口感 又有清甜口味呢 廣告過後馬上大公開 中的記憶落在唇的一窗海 讓我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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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索印今天晚間實驗 超市 金頭島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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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東西是我好朋友 應該是吧 妳猜猜看 我覺得應該是我常常在煮咖哩的 那個蘿蔔 胡蘿蔔 胡蘿蔔 是嗎 是 因為我常常把它炸汁 有時候我會炸那個果汁喝 對 它就是 然後混水果喝 對 然後它就會炸 然後它炸就變那樣子 所以我常看它 所以它就是汁渣分離之後的 胡蘿蔔渣 我常看到它 我好朋友 算啊 這些我們都很想折背 妳怎麼跟我們吃掉那麼糟 沒有 妳要想 妳完全是你知道物盡其用 可是它炸完那個渣 已經營養都被炸掉了不是嗎 怎麼會 它還有一些纖維質 而且妳要知道 妳吃胡蘿蔔汁的時候 因為它是炸汁 它沒有加熱也沒有加油 其實裡面的那個β胡蘿蔔素 它吸收沒有那麼好 可是妳把它放到這個 渣渣放到這裡面之後 又有油又加熱 它的吸收就更多 妳是全部的胡蘿蔔 從美味到營養 妳都全部吸收到 這才是全食物最好的感覺 所以這一道應該是 妳炸的胡蘿蔔汁放到旁邊 妳煎這個蛋當早餐 夾吐司的時候再喝一杯 一起這樣一杯 全食物百分之百都有 這樣做的話 其實把它打得很細很碎 就把它煮過 其實小孩子吸收就好 或者是說 沒力氣的老人家 一直這樣做擺 其實就是說其實就剛剛講的 它就兼具到一個五行的概念 的營養的概念 然後再來就是除愈不浪費 對 太棒了 謝謝妮容 謝謝 好 剛剛這一個紅蘿蔔的皮 你看 出乎意料對不對 真的 但是有很多是比藥還淋的蔬果皮 這麼厲害 就是營養很豐富是不是 很豐富 那有哪一些呢 哪一些我們馬上看第一樣 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第一個 蘿蔔皮 可以讓你補充鈣質 剛剛你說是紅蘿蔔 對 這個是白蘿蔔的皮 有人這麼吃過的嗎 白蘿蔔皮 超好吃 超好吃 可以做成類似像用那個 大頭菜的菸菜啊 在家裡洗乾淨之後 那我覺得通常 如果你要再讓它 有一點點口感 就是不要用那個烤褂 直接去削它 可以直接用 對 稍微削 稍微厚一點點 然後看是要切成絲 或者是切成方塊片 都會很像吃大頭菜的菸菜一樣 是脆脆的 真的啊 對 那殷琦家也是這樣吃嗎 對啊 譬如說會煮蘿蔔湯啊 然後就譬如說 這個白蘿蔔 我們會燉那個排骨啊 我們就直接切一切 就把它放進去 不去皮啊 因為真的很麻煩 但我後來想到 這不是麻煩的問題 你看 這個完全是我們家族傳統 而且你看 因為這樣子 家族傳統 對 而且因為這樣 你看我們因禍得福 以為你看那個 長那麼高對不對 你看 因為我們要補充鈣質 哦 原來如此 原來殷琦家族是 古有家訓啊 我皮之蔬果不得消炎 沒錯 營養啊 比藥還淋 是是是 我一淋應該就跟我們 比較一樣了吧 怎麼幹嘛這樣 削掉啊 一定削掉 對啊 也會 化妝 對 口感啊 什麼的 對 所以我都會削掉 這個既然說 蘿蔔皮讓你補充鈣質 它真的營養成分 會有這麼多嗎 都在皮這個地方嗎 對 全食物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講一物全體 就是全部都要吃到 就是說可以的話 除了我們剛才提那麼多皮 我常常講 除了榴槤皮不能吃以外 真的不能嗎 鳳梨皮還可以做酵素 鳳梨皮可以煮甜湯是不是 對 還可以煮甜湯 所以說 除了榴槤我還沒研究出來的話 其他大部分都可以 有 那榴槤我跟妳講怎麼用 因為他們有時候說吃榴槤一樣 就是它那個可能 有些人會覺得瘦還是怎麼樣 他們用榴槤那個殼 就是放水在那邊這樣喝 就是說會比較平衡 對 比較降一點火氣 不是只有這樣 我去我們來家也發現 這真的是食物的一些奧秘 真的很特別 不是只有這個 那榴槤是 很多人說吃了手很臭對不對 要用那個榴槤殼裝水去洗 馬上就沒有味道 真的真的 你用肥皂 有時候你用肥皂在那邊搓搓 什麼心潔劑洗碗精 都洗不掉那個榴槤味對不對 你只要用榴槤殼留著 裝了乾淨的水 你就在那裡面洗完 是喔 好真的喔 不是 他們那裡有些水果奧秘在 你就說除了榴槤 椰子也是一樣 椰子水很涼對不對 但是裡面那些椰子肉有沒有 你吃了之後 它就會平衡你的那個涼性 是嗎 所以鹽肉應該要吃對不對 我以為不要浪費而已 對 所以他們講的就是很有道理 這就叫全食物的概念 我們都知道健康要 陰陽平衡 冷熱平衡對不對 酸鹼平衡 所以老天造物的時候 其實都把它做好 很多果皮都是弱鹼性的 因為礦物質 就像剛才我們提到 像以白蘿蔔的皮來講的話 白蘿蔔皮98% 99% 幾乎都在皮 大概0.1公分到0.2公分 這一層裡面 它的鈣幾乎都在這裡 所以礦物質越多 它都呈弱鹼性 那裡面的果肉 蔬菜的話 落差比較不大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蔬菜的糖分少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甜的水果 那它可能外皮是鹼的 但是裡面果肉 因為都是澱粉 都是這個所謂的果糖 所以它裡面的是酸性 外皮是弱鹼性 那這樣就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那除了酸鹼度以外 它的蘿蔔皮就只有鈣質 不是 當然不是 只是說我們在研究上面 鈣的比例特別的高一點 但是消掉皮鈣就幾乎沒有了是不是 對 落差就很大 那當然不只有鈣 可能還有一些鎂離子 甲離子 納離子 這些所謂的微量元素 那皮的部分 當然纖維的皮 也會比裡面再高一點 哇 這太重要了 這個我們媽媽要記取這個 因為孩子以後 登大廊有沒有 我們的孩子 就吃蘿蔔皮就好 那 長得高一點 好 裡面的肉我們吃 對 用心良苦 用心良苦 但是現在大家都應該有講到一些 又有健康意識的問題說 又擔心什麼農藥殘留 殺蟲劑除草劑 怎麼辦 所以一般根莖類 當然會比較 風險比較低一點 因為根莖類不會直接噴灑到 那當然如果一些系統性農藥 罵病 那只能說你在處理的時候 你要把這些虛根 這些牙眼凹進去比較髒的地方 那當然是基本上去掉 如果是像以樓說你要生吃 你是做涼拌的 那更要注意一下 可以的話要稍微過水燙一下 這白蘿蔔會不會像馬鈴薯 會有牙眼 那個牙眼有毒或什麼之類的 這個不會 不會 因為它這個是虛根 那當然處理的話就是把這些虛根 他其實是人生 對 人生虛 牙眼把它禁掉 好棒 那剛才沒有錯 你看這叫蘿蔔葉 對 其實蘿蔔的品種現在滿多的 像這種是沒有這個毛的 這種的話拿來做一些 你講的蒼蠅頭 或者是有人做雪裡紅 都可以 都很好 或者是熬湯也可以 那有虛的話那種我就比較不建議 因為有虛那吃的會有一些不舒服 可是像我們都會說蘿蔔感覺好像比較涼 比較寒性 那的確是這樣子嗎 王醫師 本草備藥裡面 它基本上是屬於比較偏涼性的 那也是像偏寒的 但基本上其實不算是大寒的東西 那一般我們都知道說 如果冬天會有感冒咳嗽的人的話 如果說你的痰是屬於黃痰的話 那基本上你蘿蔔吃是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的痰是屬於這種白痰 你比較細的痰的話 有可能是跟過米比較有關係的話 可能蘿蔔吃多的話 那個痰會比較多一點點 可是那必須吃到很多 是喔 基本上是說它是屬於 比較有點偏寒性的東西 是喔 不過如果真的它這麼好 我們要買到底該怎麼樣挑選嗎 對 一般你挑這個要拿起來沉墊墊的 比較結實 那這上面是夠新鮮 這個是一個挑選 還有一個就是不要太大的裂痕 還有一個重點就跟選西瓜一樣 你要敲 清脆 實心的感覺 要實心 所以有的那個太大了 有時候那個可能是因為 那個肥料讓它長快嘛 所以有時候跟小孩子一樣嘛 對 水很快 所以裡面就空心 那個就口感其實就棒 所以這不是說越大就越棒 對 不是越大越棒 因為蘿蔔是冬天產的 所以以前古話說 冬吃蘿蔔 夏吃漿 其實就是希望你吃當季 當令的東西 這樣對身體的屬性會比較好 沒錯 對 好 來 再來第二樣 你要含林的蔬果皮 奇異果皮 什麼 這個怎麼叫我們認同啊 對啊 還補充腺食纖維啊 這個 殷琦 家裡不削皮 這個你總削了吧 這個 好險 我有妹妹 我就會叫她把奇異果切好 然後把果肉挖出來 放在盤子裡我才會吃 因為她真的很麻煩 所以是妹妹幫你弄好 對 我才會吃 因為她真的很麻煩啊 可是我有聽過說 吃它會減肥 會變瘦 然後我一度考慮說 我要去吃它 然後可是那個毛 好像要幫它去掉 不然好像會口感不好 然後可是我看著它 會覺得它的毛真的太多了 毛就容易清掉 我就研究了半天 想說算了 我還是少吃一點減肥 不要靠它 而且我們擔心毛不是說會過敏或什麼 對啊 小孩子有那個過敏 有個小朋友會 其實這個最早啊 最早應該是那個新梅姐 因為她開始啊 就是說她那個時候啊 就是連續 為了演唱會受傷 她每天就吃兩個奇異果是連皮吃 然後加運動 然後那個常常兩個月就瘦5公斤 所以大家就口耳相傳 我後來你知道嗎 因為我認識一些奇異果公司的人嘛 然後他們也很壓抑 她說 原來在台灣是連皮吃的嗎 連皮吃喔 大部分我們現在知道的什麼 植化素 就是所謂的現在最 大家為了要長命百歲健康 比維他命C強幾十倍 比維他命C強幾十倍 這些東西 幾乎都會在表皮層 我講的大概0.1到0.2公分 這一層上面 所以這一層的豐富性會最多 所以該丟掉皮屍裡面 對 教學生超靈活裝術 美貌經驗全場 妳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化妝的 從幼稚園 對 我現在要教大家 10分鐘就可以化妝囉 今天好像都自己會帶也有點太神奇了 小宇宙33號 帶妳從不同的高度看世界 明晚實在有健康 吃什麼咧 家人皇帝豆 把豆子放進來 喔 喔 這個顏色很 好好喔 來 還是來把蝦子放進來 欸 我的蝦子像開背啊 就看起來超大 很像蝦球啦 哇 香喔 這麼多啊 明天下午6點鐘 超市實在有健康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跳過 你知道嗎 因為我認識一些漆股公司的人嘛 然後他們也很壓抑 他說 蛤 原來在台灣是連皮吃的嗎 好好吃喔 事實上因為我們在當地的時候 我們確實都還有 特地有個蝦子嘛 都是我的蝦子 對 對 所以說 因為他們那時候在講膳食纖維 就是漆股如果不連皮 它本身膳食纖維其實就很豐富 因為事實上他們就發現說 他們那時候去做臨床試驗 就說你每天一樣吃兩顆漆股 你不用連皮喔 連續四週呢 有45%人的便秘就會獲得改善 所以它本身其實就是一個 腎子纖維很豐富的水果 還有一些很多果果糖 然後他說 那如果連皮呢 然後他說我們也很好奇 因為我們第一次知道 台灣人連皮吃它 但是他是說 毛的部分真的要特別注意 因為他們現在有幾個品種 比如說如果黃金的話 它基本上是沒有毛的 沒有毛 對 所以有些人如果 他真的很討厭毛 他就持著精華 或者有些新的綠色 最新品種的綠的 有些人沒有毛 所以他一樣 可是如果有毛 真的要特別特別注意 因為發現台灣有些人 是對奇異果過敏 尤其是對他的毛 對 然後吃下去之後 真的有眼睛腫的 臉腫的 甚至呼吸到水腫 都有可能皮膚癢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一個體質過敏的人 我是建議你削皮 然後甚至如果你發現 你連削皮吃都會過敏的話 那你就是過敏 你就要換 就不要了 對不對 不過這也很奇怪 明明跟奇異果裡面肉好吃的不得了 為什麼你要連皮吃 這個皮的營養成分到底是什麼呢 好 王醫師 其實我們沒有說一定必要說要吃這個皮 只是說大家吃的時候 大家用刨刀刨的時候不要刨太厚 像你找那個比較熟的奇異果 你用湯匙慢慢挖 挖到最後外面的殼這樣薄如殘液的話 表示裡面你都吃到最乾淨 因為你外面那個皮跟裡面的肉 最終夾成的地方它是果肉 它的果膠是最多的 那這個果膠是屬於水溶性的維生素 它用來吸附我們大腸裡面的髒東西 再加上排便 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因為纖維它只有促進胃腸乳動 那基本上是比果膠 可溶性的維生素是差一點 所以其實它那個果膠是很棒的 所以王老師有沒有建議說 我們吃奇異果道要怎麼樣處理外皮 或怎麼吃是真的比較健康 因為皮都是一個保護的作用 所以你會發現就像人一樣 它需要抵擋這些紫外線 所以它會產生很多的所謂抗氧化物質 除了我們一般印象說 維他命C很多 什麼什麼多酚很多 其實它的抗氧化物質大部分都在皮 那我常常比喻就跟蘋果一樣 你切開它就黑掉了 就是會有氧化和變的問題 那你皮就是有這個保護作用 所以我們現在為了健康 為了一些養生美容保養 其實就是為了得到這些東西 那可以的話你就 我建議大家有一個方法 叫以皮去皮 以皮洗皮好了 這樣講比較簡單 一般媽媽是用那個菜瓜布組 把皮戳掉 我建議大家你可以另外一個廢物利用 把那個檸檬皮 一般我們不是榨檸檬汁嗎 榨檸檬皮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檸檬皮 也可以做成很多的清潔劑 橘子皮都可以 我會沾一點小蘇打粉 因為如果今天你這不是有機 你也擔心皮有一些污染 你怎麼洗都洗不掉 那小蘇打粉可以有一些酸鹹中和作用 你就把它 假設這是檸檬 我們切開對不對 你沾一點小蘇打粉 就把它這樣搓 這樣第一個搓得比較 毛比較乾淨以外 第二個小蘇打跟那個檸檬汁 那個裡面會有一些酵素 會把這些不好的東西 把它中和分解掉 這樣會洗得更乾淨 所以你再把它頭尾去掉 你就一般這個 當然這個地比較粗比較粗 你就頭尾去掉 你可以切塊之後 直接打到果汁機裡面 如果要連皮吃 我建議大家用打果汁的 可能會比較沒有乾 會比較好 你會車不出來的 蘋果皮也是以此類推用 因為蘋果皮很多人知道打辣 對 弄不掉很麻煩 你可以用熱水泡 稍微熱一點水泡一下以後 再一樣用檸檬皮沾小蘇打粉 把它搓搓 對那個辣會搓得很乾淨 王老師那除了膳食纖維 其他營養素還有哪些 你覺得它真的是一個很推薦的食物嗎 其實主要剛才我們提到 就是一些礦物質 鹼性的物質會比較在表皮的成分 另外一部分就我剛才提到 一些大部分我們現在知道的什麼 植化素 就是所謂的現在最 大家為了要長命百歲健康 比維他命C強幾十倍 比維他命C強幾十倍這些東西 就是植物的防曬成分 都會在它的表面 因為它的對抗太陽 是最表面的地方 所以幾乎都會在表皮層 我講的大概0.1到0.2公分 這一層上面 所以這一層的豐富性會最多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像鳳梨 鳳梨像這種酵素很多 其實也大部分都在皮那一層 所以該丟掉其實是裡面 對 怎麼會 因為今天來我家 拜託 我們都考錯了 昂明哥你要越越浴室了嗎 你一起吃嗎 對啊 因為這是一個果實 你來試試看 我們兩個互相吃 對 我們不來在啊 為了健康 我們節目很好啊 兩年了是不是 哇 爆香水了 這很明顯 我有一個咬勁 好像比較脆 這腳的辣 不要節目效果 真的啦 怎麼樣 它口感很好欸 脆脆的 在啊 不去你吃吃看 我看上你的口水 它的皮 跟蘋果皮 有一點像 對啦 口感 但是它的皮 相較於它裡面的肉來講 它的皮算比較硬一點 當然 因為要保護它嘛 比較難咬 但是OK 因為你吃起來 它其實是脆脆的 是OK的 一碗就好 它也沒有任何其他的味道 怪味道 沒有 而且我覺得吃它 因為你的營養成分夠豐富 這個吃完 對胎兒更特別棒 你可以咬背面嗎 背面 不錯啦 真的還不錯 可是真的是學到很多 因為這個 這一點真的很多 連我都不是很清楚 人家賣水果賣這麼多 你都沒有人會這樣吃啊 對 所以如果一般人 你當然不會這樣子 直接這樣切來吃 但我建議大家 如果對 你打蘇果汁 打精力湯 你可以不去掉 你打進去 你根本 而且用剛剛那個清洗的方式 對 你剛剛也不知道 就很好 好的 來 再來第三樣 好 第三個 葡萄皮 讓你這個從花切的時候 你知道嗎 你本來大家都說葡萄 抗氧化啊 所以你們都會帶皮 可以整顆吃嗎 都整顆吃啊 不會整顆吃 但是還是會擔心農藥 怎麼可以 就是把它浪費掉 我有點疑問耶 因為人家像人家外面買的那種 可能一罐一罐 讓你補充的那種 葡萄籽的營養品 它可能是已經萃取出來 我們直接這樣生吃 那葡萄籽 也有這種效果嗎 是我自己的問號 主要的這個 你講的元素 葡萄籽素 是在皮跟紙當中 而且是要紅葡萄 不是綠 綠的沒有嗎 對 葡萄籽素 那黑的呢 黑的更多 它顏色越深 花青素會越多 有素耶 對 所以一般你講的 所謂的葡萄籽 那種萃取素 你知道就像你喝紅酒一樣 紅酒跟白酒的差別在哪裡 紅酒就是連皮連籽 對 一起去發酵 那白酒就只有果肉 是這樣啊 不會是白葡萄耶 所以像現在坊間很流行 這個比較健康的油品 什麼葡萄籽油有沒有 也是一樣 你想想看葡萄籽這麼小 你拿去蒐集那麼多 炸那麼一罐一罐的油啊 你想想看那一罐油 要多少籽才可以炸出來 就像你那個磨成粉一樣 所以那個差別就是 你量的問題 你要達到你要的功效 那一定要吃到那個量 可能你葡萄籽吞一堆 或皮吞 對 一堆才不可能 你吃不下嗎 對 吃不下那麼多 是 量啦 那好 不管說量 我如果光咬那個籽吞下去 它有營養嗎 真的就是那葡萄籽嗎 重點在哪裡你知道嗎 就是一樣 你有沒有辦法破壁打碎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講 你看我們之前都 剛才提到胡蘿蔔什麼番茄這種 所謂的脂溶性的 你要打碎破壁 要加一點油 脂溶它才可以得到 一樣你這種東西 你光咬喔 你咬不爛 你脂你怎麼可能咬到 像你打碎機這樣打到魔紙粉 當然不可能 所以你的吸收程度上 會降低很多 所以你的皮有可能 你再咬咬兩口就吞下去了 對啊 你注意看搞不好你拉出來 那皮就一片一片 真的假的 所以根本沒有效 就跟你地瓜葉一樣 地瓜葉你用吞的也會整片出來 就是白醋頭 可能會一起出來這樣而已 如果你要震到臉皮吃 要達到這個養生保健的功效 我還是建議大家 打整汁 對 洗乾淨之後 要用好的果汁機把它打碎一點 你會發現炸出來的汁 那個顏色會特別明顯 就跟你那個切番茄去煮湯 跟打成泥去煮湯 那顏色是落差很大 而且這就是所謂 破壁有沒有把那個元素打 破壁 把細胞皮打破 得到我要的這個裡面的花青素 好 那王醫師 葡萄皮或葡萄籽 它的營養有什麼 就營養成分而言 如果我們需要它的花青素的話 那其實葡萄籽是最多 然後過來就是皮 那其實肉是最少 花青素 花青素可以幹嘛 花青素它就有抗氧化 抗自由基 基本上它是屬於這種 抗老化啦 對 那其實現代人 其實很多那些慢性病 基本上都是從發炎來 就是跟自由基有關 那如果能夠獲得一些 比較好的東西 能夠讓你能夠抗自由基的話 這些很多慢性病 很多疾病就不會發生 剛剛有說要洗乾淨 問題是怎麼樣 泡泡水就可以洗乾淨 你剝到最後不是像這樣嗎 這個 裡面那一根 這裡有什麼 最後這個你就一定不會用 對 那你就一樣啊 你就擦在杯水裡面啊 他很認真 他真的會一直長啊 偶爾沒有提味 剪兩片剛好就 不然你不用再去忙 不然你還叫你兒子 跑到超商去 家裡擦什麼 不會就擦芹菜啊 你下次怎麼收到我們節目 我們現在把這要進去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不然下禮拜要把我通告 而且不太早不太吃 所以大家幹嘛 在芬生市種香菇呢 種芹菜 對啊 直接打開 要不要混 歡迎收看金頭腦 你絕對不能做過的意志節目 超市金頭腦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講過 有時候要洗乾淨 問題是怎麼樣 泡泡水就可以洗乾淨嗎 洗過了都知道 要連梗 對啊 連梗 先用流水沖乾淨 把這些表面洗乾淨後 我會建議大家用一點 那種減輕小蘇打粉 小蘇打粉 對 泡一下 就是最簡單 最容易取得最安全的 那泡了大概10到15分鐘之後 那個水還同時要流動嗎 不用 泡的時候不用 就不用 那之後你才拿出來 清水沖乾淨油 再一顆一顆才把它剝下來 最後用清水沖乾淨油 你要連皮吃相對安全性會高很多 所以邊洗邊剝的話 那個是錯的 不要讓它這個地方的缺口跑出來 我都是一顆一顆用剪的 用剪的 可是你剪的最後地頭還是要打掉 那是吃的時候 OK 這樣也是 因為如果你先把它弄破 你說剝完對不對 萬一它有農藥的話 它會放進去 但是如果沒有洗乾淨 裡面的農藥或是不乾淨的東西 殘留我們都吃下去了 長期下來會怎麼樣玩一次 我們常說我們的農藥 大概都是有機磷或是有機率 那這種東西吃下去的話 其實基本上都會經由 肝臟或腎臟代謝 那可能有機磷的話 也會造成一些神經方面的影響 還有呼籲各位媽媽真的是 我們現在的這個塑料水果 真的要用心洗一下 我們的中小學兒童的 那個有機磷的農藥殘留的比例 9成米 這麼高啊 就是說100個小孩子 95個幾乎都有有機磷的農藥的 多跟少的殘留 那那9的會怎樣 有機磷是過凍症的 過凍 有些過凍很多人不覺得嗎 對啊 就是因為一部分是這個部分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食物以前 我們在探討了這些 食品添加物的問題 那有機磷農藥也是一個過凍的 一個因素 我現在心中產出 產生一個疑問 講到皮 我想要問王先生的意思 因為講到皮 因為以前我哥哥失戀的時候 然後我媽就會安慰他說 你要不要吃香蕉皮 因為 失戀還叫做香蕉皮 我媽說古人流傳一句話 就說失戀就要吃香蕉皮 然後我那時候問我媽說為什麼 我媽就說 而且跟我哥說 你不要怕很難吃 我們可以把它打成汁 然後加什麼牛奶或蜂蜜 好怪喔 而且它裡面會產生一種 讓你覺得很開心 你就不會再想那個女生 對的東西 然後我那時候看我哥哥在喝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我媽媽是在整他 還是是用心 用心在灌溉我 就是我哥哥受傷的心靈 我想要請問一下這件事是真的嗎 就是吃那個會覺得很快樂嗎 不過還真的有攤販在賣炸香蕉皮 那個葉子也都宣稱說 就是讓你不憂鬱 是很快樂 是炸香蕉 炸香蕉皮 我想要知道是賣的那個人比較快樂 還是喝的那個人比較快樂 是誰呢 賣的人比較快樂 我還想說 香蕉皮不是看人家滑倒嗎 對啊 很不豆腐人的 你會可以相信嗎 來 我想一吃 香蕉皮本身還有一種叫五色胺酸 五色胺酸是血清素的前驅物質 那一般如果有一些憂鬱症的人 他本身在腦內裡面傳導物質當中 他的血清素是比較低的 所以基本上其實真的吃香蕉皮的話 裡面含有這個五色胺酸 它會轉化成血清素之後 會讓你心情會有愉悅的感覺 會有憂鬱症 這次真的真的是真的 真的喔 這個是確定是在中山大學有做過 有做研究過 中山大學那個副校長有做研究 他們有發表的 所以他發現 尤其是綠色的會更濃度更高 綠色很硬耶 對 很難吃啊 應該講很多營養素 就跟木瓜一樣 你看青木瓜跟熟木瓜 那個酵素是青木瓜比較多的 所以他只是說發現 發現剛才談到 如果以抗憂鬱 這個所謂的 腦內這個所謂的 給你快樂的這個血清素的前驅物 多的話是綠色的 皮會比較高 那香蕉皮怎麼清洗啊 要清洗嗎 要洗 它有農藥嗎 會 一樣 跟洗素 一樣都耐掉了吧 皮還好 香蕉皮很耐洗的 很耐洗 很耐嚼勒 很耐嚼勒 不過既然這麼多皮都這麼棒 那有沒有不可以吃的皮 對 其實除了我們剛才講 榴槤不行以外 一般還有要注意幾個 就是說 像水果類像柿子這一方面 柿子 柿子有時候那個皮很難剝 對 整顆啃 那柿子現在發現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 吃柿子在中醫來講 很容易造成那什麼糞食 胃糞食 煮住了 就算會好像牛奶加醋一樣 會結塊 所以會影響消化 也比較容易造成有人說會糞食 這樣 那另外一個是 蔬菜類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馬鈴薯 馬鈴薯 對 其實在滿多研究說 馬鈴薯榨汁啊 生汁可以有很多功效 消炎 對什麼肝臟 但是那個皮很重要 因為馬鈴薯最好還是 選我們本產的牙液 因為你有時候進口太久 你會發現第一個發芽 發芽有時候怕有人把它剝掉 你也看不出來 對 對 還有一個就是發綠 像你剛才有時候煮什麼咖哩 棉皮 那你一定要確定 它沒有發個綠 沒有綠斑 這樣會相對安全一點 那其他如果地瓜或者是 像剛才我們提到一些根莖類發芽 基本上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好 剛剛我們講的呢 這個是皮對不對 接下來 Oh Magic 神奇療效的 是有多少東西 是有多少人太浮誇了 Oh Magic 不要這麼說 我只是照念 到底有沒有這麼神奇 來看看 先第一個是什麼呢 芹菜葉讓你降血壓 降血壓 芹菜葉 芹菜我們都把葉子給剁掉 我們只要中間那個筋 剁成末 配湯 讚 可是其實它的葉子也是很有香氣 所以我都會拿來就是 把它加成也是像 當成像香菜一樣 有時候做個提香 最後已經快要起鍋的時候 下去拌一下就起來 有一陣子香菜特別貴的時候 就像你那個吃香 大家大概吃那個香菜的時候 大部分梗都不要對不對 但是其實梗可以拿來做那個 就是也是炒牛肉 對 為什麼 香根牛肉 很好吃 香根牛肉 加滿就是要吃梗 真的假的 對啊 香根牛肉 這是有名的名菜 香根牛肉是有名菜 我不知道 我以為是在日本 香根它出來 沒有 就是它是專門用香菜上面的梗 整個切成末 然後去炒牛肉 這樣啊 所以維林你們家也會吃它嗎 我沒有吃它 但是我知道那個 芹菜葉會降血壓 因為我之前打那個 精力湯的時候 我有看過書上有寫 所以你們也會加 沒有 因為老公血壓算正常 我爸喝完了以後很正常 不需要這樣 不需要再給它加 不過王醫師 這個芹菜葉真的能夠降血壓嗎 芹菜的梗裡面 其實它含一些其他一些 有一些礦物質 包括鉀粒質 它基本上對心血管 是有穩定的作用 但是基本上它是針對告訴我們說 芹菜葉它本身 我們不要拋棄任何的 上天給予的食物 那這個可以用來做佐料的話 可以對我們心血管是有幫助的 那再過來以其他的部分而言 其實葉子跟梗去做很多的營養素的比較 包括類胡蘿蔔素 B1 B2 蓋子的話 其實葉子都相對比梗還多 所以就是說就提味而言的話 我們會覺得梗的味道 它是屬於辛香料之類 比較會提味 可是就營養價值而言 其實有很多營養素裡面 在13種營養素當中 其實有10種它都比它高很多很多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是傳統的這種 比較台式的芹菜 芹菜也是一樣的 基本上它的葉子 應該也有它的一些營養的效果 可是一般你買到 應該沒有看到葉子 沒有葉子啦 對 我一個巧思也教大家 你應該剝開裡面會有一個芯 其實你把它擦在水裡面 它會一直長還是有葉可以吃 真的假的 誒 這樣還可以就它來講 就是真的 怎麼會講 那請問本土的芹菜 像這樣子買過來 如果 它這等一下還有 有沒有 我可不可以擦下去又救活它 你剝到最後不是像這樣嗎 這個 裡面那個 就留著嗎 最後這個你就一定不會用 對 那你就一樣 就擦在一杯水裡面 它很認真 它真的會一直長 真的喔 你又問了 而且它會變綠 而且等一下 而且它會黃的會變綠的 你就可以剪下來 就像這樣講 偶爾沒有提味的 剪兩片剛好就有 不然你不用再去買了 不然你還叫你兒子 炒到超商去 家裡擦什麼 不會就擦芹菜啊 你下次什麼時候來我們節目 我們現在把吃飯進去 對啊 下個禮拜就兩次 下禮拜 下禮拜要幫我通告 而且你也想吃不太吃 對 就不要管他 什麼也不用加了 放你辦公室 這樣就好了 就這樣 真的啦 要不要幫他換水 換水 要不要換水 要不要行光合作用 所以大家幹嘛 在辦公室種香菇呢 種芹菜 對啊 直接拿塊錢 要不要換水 沒有錯 你如果當作跟插花一樣 你為了保持新鮮 還是要換水 因為水會髒 對 水會髒嘛 對不對 其實他都不用管了 晒點太陽 下禮拜各位觀眾朋友再見 看到我長大了 這我有喝過的吸管 在這裡坐正 什麼 這招也太強了吧 這樣我就有吃不完的芹菜了耶 廣告過後 更多把廚餘變黃金的廟招 你千萬不要錯過喔 加油 可以 看 你千萬不要錯了 你千萬不要錯了 去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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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太棒了 天啊 是 天啊 很厲害 豬 它有很多成分 其实叶子比它的精都还多 其中有一个东西蛮重要 就是最近几年流行 一个东西叫芹菜素 芹菜素他们最近几年 做一些细胞或动物的实验 发现第一个 它可能有抗癌的功效 他们在细胞跟动物实验 发现说芹菜素 似乎可以抑制 这个癌细胞的生长 而芹菜素一样是属于叶子 比精多 然后另外一个功效是很妙 他们把那个芹菜素提炼之后 打到兔子的身体里面 就发现它真的 会让血管扩张 所以你血压就会降下 是喔 是真的 而且芹菜素一样跟他讲 就是叶子比精多 听一些以前长辈讲说 为什么他们不吃这个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 他们应该是以经验论 就是说可能早期老一辈这样一传下 他们发现这个就是 现在很多爱美的女性都知道 这是感光 感光食物 像九层塔那样 所以他一直说 我吃这个少一点提味就好了 这个如果多吃怕 黑 跟九层塔一样会让我们变黑 对对对 可是那到底如果他这么好的话 我们吃的量要吃到多少 那或者是一般只会 譬如说煮汤丢两片 很简单看它长出 可以有一些创业的做法吗 创业做法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自己在家有时候 我会把这些拔下来 好那当然我们现在像家里有比较方便 有那种风干机或什么的 我就会把它风干 一般不用把它完全干 你就放在烤线上最低温 把它稍微这样烤干一下 你不教为原则 你把它捏碎以后就放一个瓶子 其实你随时要用都可以用 就用撒的这样 好方便哦 就是把它捏碎了 要撒 吃浓汤啦 撒在上面又漂亮 吃一点那个三明治夹东西 或者是肉啊 有没有 那个提味一下 其实就很棒 那那时候它的香气还会在吗 会比较淡一点 但还是会在 还在 对 那今天我等一下要跟大家来示范一个 就是我把它用这个来代替 做成 清酱 意大利 对 清酱 而且 清酱准成 对 准备酒生辣 而且一物两吃 等一下大家可以来试 好 现在就来示范 你们就把这个准备好 大概 我建议大家一个比例 都是洗在这里 就是一百公克 就大概一百公克 专业 对 对 如果大家再打这个电话 打这个电话 对 要告诉观众有正确的评论 对 大概一把 大概一百公克 一百公克 那你准备什么 准备大概一百细细的 冷压橄榄油 我们再准备一点点坚果 一般清酱一定会用坚果 或者是用腰果都可以 大概是一半 五十公克的腰果 大概三到四半的打蒜 清酱一定有打蒜 你就放在果汁机里面 把它整个打碎 或者用那个锅去把它整个碾碎 就会像我现在看到这样 就变这样 就这样 这就清酱 好香 芹菜清酱 非常好吃 这跟原本的清酱味道 几乎一样 差不多 所以这就是大师机 可是它是清 大师机 我说是可以做到像大师机的清酱 所以很简单就这样 那早上如果你吃个吐司吃个面包 也是你吃 来 你吃吃看 你是优先啊 优先 什么提起来啊 好啦来宾啦来宾啦 来来来 怎么样 好香喔 来 你可以吃 对啊 竟然是芹菜 那当然要加一点盐巴 再淡淡的盐巴调味一下 好甜 好甜 根本是清酱啊 就是清酱没有吃 只是芹菜清酱 真的吗 另外一道菜比较贵 更有创意的是 我用绿茶把它做成 清酱柳茶汤 绿茶啊 像各位现在吃完很干嘛 对不对 一定要喝一点汤 那我就把这个酱 当然 适当的比例 适当的比例 又是它 对 又是它 再把这个 这个是泡好的绿茶 热乎 因为我觉得热比较好喝 那你就把泡好的热茶 就把它冲下去 真的可以 像会搭吗 这个 可以吃起来就知道了 对 那当然可以的话 你要为了味道 我再多一点好了 那这有比例吗 一样倒在这里吗 就适量 就看你爱的味道 因为这个适量 那就把它调一下 因为我们等一下 一人一小碗喝喝看口味 真的吗 好 再加一点 可以的话用一点这个 天然的味数 或者基本把它调一下 所以它到底是定位为茶 这什么是茶 就擂茶类的 它的颜色像擂茶 很像擂茶 对 擂茶汤好了 擂茶汤 对啦 擂茶 不过现在那个 你去客家村 那个擂茶也有什么 咸的啦 冰的啦 甜的啦 都有 那超明 你先帮我试试看 这样的 有 很咸的 好 刚刚 饼干就女士优先 现在就 试味道我们男生 要帮女生先试一下 这也好吃啊 对不对 先试试看这样味道 够不够 因为我只是适量而已 这都是适量 个人的口味 看这样够不够不够 不够我们再加一点 OK 好 那我们就给大家 可以喝喝看 什么感觉 好喝吗 什么感觉 它很特别的一种香气 好特别 很特别 因为我们常常在讲 还不错 养生保健 要健康防碍 我常常讲要多吃一些辛香料 对身体的清血会比较好 而且等于这个酱可以量 因为这有点不够烫 我觉得如果够烫的话 就蛮好喝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再加一些料 应该要汤一点 加什么你知道吗 你可以 可以 用一点那个 加汤圆 青菜 汤有点青菜 然后你在泰国吃 你如果再加一点味道更重的话 香薄啊 像那些东西 你可以加一点面条 就吃干面 对 这个是吃干面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 这个可以吃汤绿汤圆 但是不要用绿茶 如果用水呢 绿茶 绿茶有一个 绿茶的香气 也可以用水 绿茶有一个绿茶的香气 绿茶香 它再加一些什么 绿茶香 你可以送客家咸汤圆 没错 客家咸汤圆好耶 对 我觉得会答 一般大概这样子1000cc 我就两个茶包 我觉得它加细细的白面馅 应该会非常的赞 非常细的白面馅那种会很好吃 就冷面的那种 那如果肠胃不好的人 你就不要用橄榄油 你就用苦茶油 甚至香菜也可以 还有一个茴香 茴香 类似的都可以 对不对 茴香 因为做出来 只要这个绿色要过绿才会漂亮 对 因为有些叶子做出来不漂亮 或者味道可以可以也不会 所以这些叶子都不要浪费掉 对 没错 好 所以呢 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芹菜叶 可以做这样子的运用 所以就衡生出去 大家可以试试一下 好不好 好 谢谢王老师 谢谢 好 来 那当然呢 节目到这里呢 因为我们的量 交给大家真的是实用 而且很丰富 对不对 那至于我们这边 还有一样的 大家不要着急 那是什么 这个下个礼拜 我们来揭晓它 以及 还有没有长大了吗 长大了没有 真的 我们 还真的要看 有没有 我们要立刻揭晓 对 见证情绪 有几块 见证情绪 好 来 那那个王医师 最后帮我们来总结一下 其实我们知道 蔬菜水果是上帝给我们的保物 记得不是只要只单一个部分 尤其是蔬菜的叶子 其实很多叶子 大概其实王老师 都有很多创意 那记得很多水果的皮 除了榴莲的皮不能吃以外 连凤梨的皮 其他皮都可以运用的话 其实搞不好 甘蔗皮都可以做其他的运用 但是他把这东西 好好利用的话 其实我们真的不浪费食物 我们才会身体会更健康 真的 好了 炮炬王医师 这样子转过来的话 叫天生我才必有用啊 是 所以千万不要轻易地丢弃 任何一样东西 它都有它的用途跟营养成分 可能都是宝藏哦 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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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